大家好 今天是2月14日 星期三 年29日 明天就年30日半日市 很快後日已經是年初一 市亦是沒有令人失望的 因為這一陣股市 其實有少少持續推升的格局 指數到現在這一分鐘和大家聊天 是3點35分 升了707點 不覺得成交不多 一馬一馬升些 其實在上星期五的低位 2萬9千129點開始 星期一大家發覺不發覺到 指數已經輕輕觸及到一百天線 即是有少少不肯再跌了 到星期二 昨天大部分時間 或者根本上全日的時間 都是走在一百天線樓上 這是出現一個回穩的信號 一天你不信 就看多一天 今天也全日走在一百天線樓上 不單止 現在的指數是30555點 距離50天線 只差一百點 即是指數如果在後續再輕輕推高 已經可以回到五十天線樓上 上五十天線樓上出現什麼信號 第一 整個技術上的反覆調整市 已經告一段落 已經告一段落 由33484點跌到2萬9129點 調整了4355點已經足夠了 問題是現在的十天線 是一路急速向下走的 如果指數再向上攀升的話 就可以回到十天線樓上 或者進一步回到十天線樓上 漸漸漸漸漸也可以碰到二十天線 一旦指數成功突破五十天 十天和二十天線 就出現了一個玉士頂的格局 我講的頂當然是33484點 好了 再講講二月份的事 直到現在這分鐘 指數是由一號的高位 是330048點 跌到九號的低位 29129點 即是說在七個交易天 恆生指數一共下調了3919點 以單月的波幅計什麼都夠了 剩下的就是 到底指數在月底之前 能夠回到多少 當然你要完全修復失地 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捱回31800、31500、31800 其實是有機會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家要留意的就是 整個市早前的下跌 有不少的衍生工具 即牛仔大部分都被回收了 回收完之後 剛剛好就接近農曆新年了 輸完的你都不會那麼快 馬上馬上入股了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都是先看看 甚至會有些已經 算了算了去旅行 去辦年貨了 這一陣由上個星期五的 21,929到今天 現在這一刻 30,600點 大部分人還未入市 他也不會共快入市 一天就只有半天 技術上來說好像是沒有什麼時間 最好錯誤回來再作部署 其實這個心態很正常 不過對一部分的機構性投資者 是他們沒有可能等的 因為上一陣的下滑 他們可能有些部分已經減遲了 有些就是避險 但當市一跌定 他們那個感覺到的大事 可能已經斷定 他們會重新再部署 機構性投資者一旦部署 不會是一天兩天的事 所以由29,129點的回升 直到這一分鐘 你可以當作一個反彈市 但是當市數再升多一點 回到50天線樓上 這就不是一個反彈市 那麼簡單的了 可能慢慢慢慢 又會製造一個小型的升浪出來 那麼有些人就說 今年的高位已經見 我一直都是不同意 因為我認為 一年的高低位 不可能在兩個月之內出現 就是意味著 只要指數 暫時不會低於29,129點 更加高的指數應該還在後面 如果這個看法是對的 第二季度的市 不超過第二個季度 市是會突破高台的 好了時間差不多 還不超過 還有一段時間 好